路德纪第一章 在逝世统治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押地区,寄居在那里 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额米 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后来拿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 留下他和两个儿子 他们娶了摩押女子做妻子 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 他们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 留下拿额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 又没有了丈夫 拿额米还在摩押地的时候 因为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 赐粮食给他们 就带着两个媳妇动身从摩押地回来 他离开居住的地方 两个媳妇也随他出发 要回到犹大地去 拿额米对两个媳妇说 去吧,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 愿耶和华恩待你们 像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有机会在家 找到归宿 跟着亲吻他们 他们就发声大哭 说 不,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里去 拿额米说 我女儿啊 你们回去吧 为什么要跟我去呢 我肚子里还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走吧 我女儿啊 你们回去吧 因为我太老 不能嫁人了 就算我说我还有希望 今天晚上有个丈夫 又生儿子 你们可以等到他们长大吗 你们可以为他们守节而不嫁人吗 不行 我女儿啊 我为你们非常难过 因为耶和华伸手对付我 他们又放声大哭 俄尔巴就和婆婆吻别 路德 却舍不得离开拿额米 拿额米说 你看 你嫂嫂已经回到她同胞和她的神那里去了 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 路德说 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 不跟从你 你到哪里去 我也要到那里去 你在哪里过夜 我也要在那里过夜 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死在哪里 我也要死在那里 葬在那里 除非死亡 把你我分离 如果我离开你 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 拿额米看路德 坚决要跟他走 就不再多费唇舌了 他们双双上路 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达的时候 全城都因他们的缘故 骚动起来 妇女们说 这是拿额米吗 拿额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额米 叫我马拉吧 因为全能者 使我吃尽了苦头 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华却使我 空空地回来 你们为什么 还叫我拿额米呢 耶和华折磨我 全能者加害于我 拿额米就这样回来了 他媳妇摩鸭女子路德 随着他从摩鸭地回来 他们到达伯利恒 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 拿额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 有个同族的亲戚 名叫波阿斯 是个大财主 摩鸭女子路德 对拿额米说 让我到田里去 我在谁的眼前蒙恩 我就跟在谁的背后 解脉碎 拿额米说 女儿啊 你尽管去 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里 在收割的人背后 解脉碎 他恰巧来到 以利米勒同族的人 波阿斯那块田 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 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波阿斯问那监督收割的仆人 那是谁家的姑娘呢 监督收割的仆人回答 她是跟拿额米 从摩鸭地回来的摩鸭女子 她说 请让我捡一点麦穗吧 让我跟在收割的人背后 在河捆堆中 捡些零碎的碎子 于是她来了 除了在房子里 休息了一会儿之外 从早晨到现在 一直都留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 女儿啊 听我说 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 你看她们在哪块田里收割 就跟着女佣人去 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 不可欺负你吗 假如你渴了 就到水缸那里去 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 对她说 我是个外族人 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 蒙你关照呢 波阿斯回答她说 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 你对婆婆所行的 和你怎样离开父母与出生之地 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间 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 你来投靠在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他冲冲足足仇报你 路德说 主人啊 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虽然我连你的卑女都不是 你还是安慰我 对我这么好 到了吃饭的时候 波阿斯对路德说 你过来吃一点饼吧 拿饼块站在醋里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 波阿斯把一些烘好的麦穗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剩下的 他再起来去捡麦穗的时候 波阿斯吩咐仆人说 就算他在河捆堆中捡麦穗 也不可以辱骂他 甚至要故意为他从河捆中抽些出来 留给他去捡 千万不可责备他 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捡麦穗 直到傍晚 他把捡来的麦穗打了 约有二十二公升大麦 然后带回城里去 路德把捡来的麦子拿给婆婆看 把吃剩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他 你今天在哪里捡麦穗 在哪里工作呢 愿那关照你的人蒙福 路德就告诉婆婆 她在谁那里工作 说 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工作 南俄米对媳妇说 愿不断施慈爱 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 赐福给他 南俄米又对他说 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 有满赎权的一位近亲 摩押女子路德说 她还告诉我 紧跟着我的仆人捡麦穗 直到全部收割完毕 南俄米对媳妇路德说 我女儿啊 这样才好 要与她的女佣人一起去 免得在别人的田里遭受敌视 她就紧跟着波阿斯的女佣人捡麦穗 直到大麦和小麦都收割好了 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 路德记第三章 路德的婆婆南俄米对她说 女儿啊 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 使你得到幸福吗 你常常和她的女佣人在一起的波阿斯 不是我们的亲戚吗 她今天晚上要在河场上搏大麦 你洗个澡 抹上香膏 穿上斗篷 就下到河场去 不过 那个人还没有吃喝完毕 别让她认出你来 等到她躺下来 你要弄清楚她所躺的地方 进去先露她的脚 然后躺下去 她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路德对她说 你吩咐的 我就去做 于是她下到河场去 照着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 波阿斯吃喝完了 心里舒畅 就去躺在麦堆的旁边 路德悄悄地来 先露她的脚 躺卧下去 到了夜半 波阿斯惊醒过来 一翻身 就看到一个女子 躺在她的脚边 就说 你是谁 她回答 我是你的卑女路德 请用你的衣巾 遮盖你的卑女 因为你是我的 有买赎权的近亲 波阿斯说 我女儿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幕后表现的爱心 比起初更大 因为年轻人 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我女儿 现在你不要怕 你所说的 我一定去做 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个贤惠的女人 不错 我是你那有买赎权的近亲 可惜 还有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 比我更亲 今晚 你就在这里过夜 明早 如果她肯尽买赎你的本分 好 就由她来旅行 假如她不愿意这样做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一定尽买赎你的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吧 路德 躺在波阿斯脚边 直到早晨 因为波阿斯说过 不可以让人知道 有女人来过河场 路德就趁天色未明 人们彼此无法辨认的时候 就起来 他又说 拿你所批的外衣来 把她打开 她打开了 她就量了六脖鸡大麦 放在她的肩上 路德就进城去 到她婆婆那里 婆婆就问 我女儿 怎样了 路德就把那人 对她所做的一切 都告诉了婆婆 又说 她给我这六脖鸡大麦 对我说 不要空手去见你婆婆 拿尔你说 我女儿 你尽管安静等候 直到你知道 事情怎样了结 因为那人 今天不把事情办妥 绝不歇息 路德记第四章 波阿斯去到城门 坐在那里 波阿斯所说 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 刚巧路过那里 波阿斯说 喂 老兄 过来坐一下吧 他就过去坐下来了 波阿斯又邀请 城里的十个长老 对他们说 请坐在这里 他们就坐下来了 他对那个 有买赎权的近亲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南俄米 现在要卖我们足凶 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把这一件事告诉你 请你在众名的长老 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 把他买下来吧 如果你肯熟就熟 假如不肯 就说出来 让我知道 因为除了你当熟他以外 我是第一后补 那人说 我肯熟 波阿斯说 你从南俄米手中 买下那块地的时候 你也得娶已死的人的妻子 磨压女子路德 使已死的人的名字 留在他的产业上 那有买赎权的近亲说 那我就不能熟他了 只怕损害了我的产业 你可以熟我当熟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熟了 从前在以色列 无论买赎或是交易 决定什么事 当事人就要脱鞋给对方 这是以色列中作证的方式 那有买赎权的近亲 对波阿斯说 你自己买下来吧 就把鞋脱下来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人说 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 所有属于以利米勒 基连和马轮的 我都从南俄米手中买下来了 我也娶了马轮的妻子 磨压女子路德做妻子 使已死的人的名字 留在他的产业上 免得他的名字 在本族本乡中除掉 今天你们都是见证人 聚集在城门的众人和长老都说 我们都是见证人 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人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 愿你在以法他显大 在伯利恒扬名 愿耶和华从这少妇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马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于是 养你的老 有他比有七个儿子更好 南俄米把孩子接过来 抱在怀中 做他的保姆 邻近的妇女 要给他起名字 说 南俄米生了孩子了 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 这俄贝德 是耶稀的父亲 耶稀是大魏的父亲 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兰 兰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